滾啦 今天 麻索素要教你們 怎麼去 買一把 適合自己的吉他 買吉他的第一個重點 就是 要好彈 那怎麼好彈 你的 吉他的弦距 要夠低才會好彈 那什麼叫弦距 太多專用名詞 暈了 沒關係 我今天要準備一把吉他 看到沒有 我現在解說弦距是什麼 你看喔 這是吉他的紙板 有沒有看到這個木頭 好弦距的意思就是 這是弦有沒有 弦跟紙板的距離 如果你 太遠的話 那個很難彈 彈到會噴血 不要亂買 好 那弦距要夠低 要多低才好 也不可以太低喔 太低的話會打弦 打弦這樣 彈機要這樣 拍天啊 那個也不可以買 要剛剛好 距離差不多 很細 很細 差不多這樣子 一點點 這是最剛好的 不一定要跪 可是要好彈 這才是重點 好 那麥好吉他以後啊 要調音嘛 對不對 不然沒有調音怎麼彈 好 聲音這樣子 聽起來 不太舒服 好 那我們今天要調 怎麼調音 首先 有一台機器 現在很多調音器喔 什麼iPhone 那個 裡面都有調音器 好 可是那不是重點 我今天不要準備那麼好的 準備還爛一點 這一台 酷不酷 最新流行的 叫一聲 綠燈就亮起 信不信 不信 等等 喔 看到沒有 紅燈 他不爽 咿 差一點 好 他還是不爽 嗚 欸 綠燈亮起了 呵呵 呵 中假 好 這都不是重點 好 我們教你們怎麼調音啊 好 第一條 呃 我先從第六條開始說 總共有六條線 第六條 是 1 叫做 mi 最初的那一條 mi 接下來是 A 第五條 好 就這樣捏下去 總共六條嘛 1 A D G B E E 捏一次 欸 不錯 可是你剛唸錯喔 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啦 E A D G B E 動不動 你看 他都不動 乖 你看 多乖 好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調音囉 你看喔 第六條 第六條是甚麼 E E 到E了 有沒有 綠燈亮起 這樣就是對了 第五條 A 欸 紅燈 紅燈的 欸 欸 怪怪啦 他今天心情不好了 不好意思 好 接下來 第三 第四條 第四條是RA D B B B 喔 心情不好 把他鑽緊一點 鑽緊一點 捏他 捏他 捏他肚子 捏他 喔 欸 有沒有 捏他一下 乖乖的 接下來是第三條 第三條是SO 欸 又對了 不小心又對了 接下來 欸 第二條 第二條是B 哇 降B 喔唷 等一下 好 B B的左邊 這邊 叫降B 懂不懂 所以你要把他跳緊 把降B 把他 阿 過來 變B 跳緊 搓他肚子 捏他 轉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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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轉 轉過頭了 轉他 欸 這樣就是 對啦 好 接下來是第一條 第一條 也是M 跟第六條一樣 哦 差一點點 就一樣再轉輕一點 差一點 差一點 差一點中風 好 我們現在調好了 按C試試看 C 這聲音就是 太好聽了 就是這樣子 調音就是這樣子 大家懂了嗎 那 今天就這樣子啦 下課